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英尼是住在耶加达 他的姓名叫罗立方 他的胸有一点东西 但是很大 他就像鸡蛋这样 一身检查 医生一定说这是癌症 他说一定要可以到 他跟我说我们要商量 他说不要超过两个星期 如果再过两个星期 他就不能帮忙了 13天还是什么指导我们 我有点心意听到 有人说这个广州能治这个癌痢 我的妹妹的 妹夫的 这个大嫂的这个病 他说他抽取这个基金 要到这广州来 我就听到 我就打 隔天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妹妹 什么医院 广州在哪里 有乱分明 华想要去 我有听说这个广州 会疑这个癌痢 有些大有代理 办事处 我们各间医院到那边 到了那边 我们去到那边办事处 很好他接到我们 他说如果这个病 没有关系 你们放心 广州医院 不需要开刀给治理 但是我下落在下楼 遇见一个人 他是印尼人的 他跟我说 你们要去广州那边什么医院 很好 他得到肝癌 他说你想 你看 我现在已经健康了 他鼓励他 他听了就是 比较鼓励他 听到 就接听来这里 做这个第一次的冷冻 冷冻以后 就做这个 鸡肉 他第一次做鸡肉 那边到了这个手术房 那边跟他说 你不要这个鸡 因为不痛 做鸡肉 到现在七侧已经八侧了 一侧 二侧来 第三侧就接着 他的胸这个有线来 就一点一点的熟 他回去到那边 跟我们的亲戚那边去看 你看看 你看不像个病原医 可是在这个patic scan 拍照来的时候 这个医生有我们跟讲 还有一点 一点但是死了 不会服 一点点 在那边已经死了 再放了 在这边的医生跟这个服务 很好 他们每天来都满面修荣 像自己的亲戚一样 在这边的医生跟这个服务 在这边的医生跟这个服务 很好 他们每天来都满面修荣 像自己的亲戚一样 他们要有这个信心 这个医院会这里查的 你到这里医院呼吸 要去找酒店 这里医院可以住 这里医生的照顾 服务的照顾 是很好的 是吗 他这个得到患病的人 如果他们清楚 会耐心 信心 比较这个病 比较快 希望他们得到这个病 我也会死 这个医院能治 我肯定